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中国的神农家 西藏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曾有过多起野人木鸡事件 然而至今也没有获得过一粒野人的火体 这也是野人之谜难以揭开的根本所在 如果这个消息确切那就意味着 在世界范围内将第一次获得野人的火体 而困扰世界科学界许久的野人之谜也很可能得到突破 在云江县委党校 我们找到了提供线索的知情人党校副校长黄斌 黄斌向我们讲述了让他记忆深刻的一幕 那是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 黄斌接到一个朋友雷金川从缅甸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中黄斌获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雷金川在缅甸亲眼见到了一个被抓获的野人 并且那个缅甸人有意出让这次打电话 是想向黄斌咨询相关法律问题 抓获野人这事还是头一遭听说 起初黄斌并不相信 但听到朋友有模有样的描述 黄斌开始相信了 黄斌陷入矛盾之中 两国间的动物交易可不是容易的事 而且野人是否存在 事和物种至今没有定义 但因有一个人字便越加敏感 多年研究法律的黄斌深知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他劝朋友报有关部门批准后再做决定 那么之后的事情怎样发展了 黄斌的朋友是否真的买到了野人 对于我们的疑问 黄斌却带给我们一个失望的消息 在朋友打来电话后 黄斌就和那位朋友失去了联系 据他说朋友经常在缅甸 上次是用缅甸的电话打的 之后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 但临走时黄斌答应我们 积极帮我们寻找这位朋友 关于稻角仙的传说 几天来一直困扰着我们 黄斌的朋友所见到的野人是否就是稻角仙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是否真的有人见到过稻角仙 这究竟是一个传说还是真有其事 我们决定深入村寨去寻访这个神秘的稻角仙 太平镇雪梨村是我们寻访的第一个村寨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很早以前 就从他们的父辈那里听到过这种像人一样直立行走的 被当地群众称之为稻角仙或毛人的奇异动物的种种传说 是个人的实样 他的爪子听说是稻厚 不是稻高 所以就是稻高 有那个河河 那个牙齿长长的 那个头发长长的 就是这样那个嘴是练习的那个河河 自练 这个嘴巴是有点翘形啊 那个嘴巴大大的 鸽子大概有四只多些吧 根据讲述 我们逐渐在心中勾勒出了稻角线的形象 这是一个身高在一米四左右 长着一头长发和棕黑色体毛 能够直立行走的人行动 雌性的有着巨术的乳房 搅盗着生长 他曾经多次与人类下路相逢 并有过伤害人的嫉妒 据老一辈的人说 野人在山上遇到人的时候 先是抓住人的两只胳膊 大笑 只笑到人晕过去为止 再把人咬死 所以为了防备野人 这里的山民上山时 都带上两只竹筒套在胳膊上 一旦遇到野人被抓住 趁他笑的时候 脱掉竹筒才能逃生 人们口口相传的野人 究竟是什么动物呢 直立行走 只有遍体生毛 难道他和人类有什么渊源吗 在浩瀚的中国古代典籍当中 曾经多处记载过一种神秘的人形动物 这古书记载很多 你看咱们这个 古今投书记城里头 古今投书记城 第五八二十二车 第八十八诀 二十三 夫夫 你看 这一个某野人 乃至平大 站在这 这个古今投书记城 五八二十二车 九十七几 诀 你看 这个是这样 是吧 没有尾巴 这里寻找 这个书是很严肃的 在《山海经》中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描述 肖羊 其为人 人面长唇 黑身有毛 繁重 见人笑 异笑 古书中记载的这些 像圆又像人的动物 很像今天老百姓 口口相传的野人 那么 他们是同一种动物吗 这种传说中的动物 是否真的存在呢 野人调查能否获得新的证据 这个前身都就毛衣 那个头发披荣 瞧不准 目击者又经历了怎样的惊魂事件 哈哈大笑 就把他伏伏进去 下军的鞋 请继续说看 同闭关 野人追踪 上级 几天以后 我们收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黄冰找到了他朋友的家 虽然他不知道朋友是否在家 但这仍然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这是一个景颇族村寨 迎接我们的是女主人 一个缅甸姑娘 然而这次寻访的结果 仍然让我们失望 男主人不在家 出去做生意了 这位缅甸姑娘告诉我们 她曾听丈夫说起过 要买野人的事情 但具体的经过 她并不清楚 通过女主人提供的电话 我们终于联络到了 事件的当事人雷金川 喂 你等哪天啊 当我们听到雷金川 两天以后就可以回来的消息 终于松了一口气 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 终于可以很快揭晓了 在世界范围内 近一百年的时间里 曾有数亿万计的人 目睹过一种与人类相似的奇异动物 几乎所有有人类居住的大陆 都曾经发现过野人的足迹 也许真的像一些古人类学者们所说 野人的祖先就是原始人类当中的某一只 在经历了数万年的沧桑演变之后 与人类共同生存繁衍到今天 这样说来 现代人的进化繁衍并不孤独 野人很可能就是人类最密切的近亲 几经周折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位野人的目击者 王麻诺 他曾经在上山打猎时 见到过一个奇异的人形动物 王麻诺所目的的这个人形动物 听起来似乎更像一只小猴子 但王麻诺说这绝不可能是猴子 猴子有尾巴 但他看到的这个动物没有尾巴 而且长着很长的头发 这个动物是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它的形象很像老人描述的稻角仙 他认为这就是一只未成年的稻角仙 在纳邦镇刀弄村 一对夫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村里有人曾亲眼见到过稻角仙 不过这个人已经去世 但他的儿子还在 村里的人也都知道这件事情 五十岁的岳弄章给我们讲述了他父亲的亲身经历 他就说他的父亲跟那个年长到地里去的时候 到路上就碰到那个稻角仙 但是年长的那个没有被瞎着 他父亲到到那个稻角仙 然后睡着了 就碰到那个稻角仙的时候 发现了毛长长的 他那个日常很长很奇怪 有点好奇去碰那个 那个起来就哈哈大笑 就把他父亲给瞎晕过去 那个年长的把他打醒过来 然后他们就回到家了 事件的发生是在四十多年前 如今当事人已经去世 更多的细节我们无法活知 已故的老人甚至一生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或画像 关于这本奇遇的所有疑问 我们已无法解开 对于扑朔迷离的道教仙传说 我们能够获得新的证据吗 在众朔纷纭的野人现象中 最具争议和公众效应的 是1967年美国人帕特森所拍摄的大脚怪影片 1967年10月20日下午 美国生物学家帕特森和吉姆里 吉马驰骋成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南湾山区 突然看到了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 帕特森在跑动中开动了摄像机 这是世界上首次拍到的野人影片 历史17秒 让我们再回过一下历史上的珍贵的17秒钟 镜头里捕捉到的这个野人 无论是直立行走的姿态 还是身体上各个部分的比例 都与现代人极其相似 如果这个野人的祖先 真的来自原始人的一只 那么它应该已经进化的相当完善了 尽管镜头很摇晃 但看后却带着一种过于完美的感觉 在短短的17秒钟里 清楚的行走姿态 深度的回头一望 人们想要看到的画面 似乎无一遗漏 这部短片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然而大多数人对此抱有怀疑态度 难道所谓的大小怪 只不过是人为的一场闹剧吗 在一步步的调查中 我们感受到 这里有太多的野人出现过后留下的神秘传说 但是一个野人的活体证据始终未能获得 上万年的沧桑巨变中 就在它们每一次穿梭的丛林中 难道就没有在某一棵树枝上留下任何毛发吗 就在我们的调查似乎陷入僵局时 又有了一个新的线索 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的深山中 有人曾发现过野人的毛发和脚印 几根奇怪毛发 一个惊魂夜晚 野人调查又将获得哪些惊人发现 请继续收看 铜壁关野人追踪上级 这段迷命的土路是通往铜壁关乡 小浪宿村民小组唯一的道路 经过两个小时公路和三小时土路的艰难跋涉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深山包围中的村寨 铜壁关乡小浪宿村民小组 是铜壁关自然保护区中心仅有的几个村寨之一 这个深山中的小村寨能否为我们提供新的证据 营绕心头的道脚仙之谜 答案能否在这里揭晓 普世的村民们给了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最盛情的款待 在这个景坡族传统的吊脚楼内 几位村民讲述了让他们一生难忘的经历 七十三岁的金永明曾在四十多年前的一次狩猎过程中 有过意外的发现 那他跟人的头发有什么不一样吗 变得都变得又发产 所以头发是变的 那粗性呢 粗性呢 粗性呢 有于年代久远 至今那几根毛发早已不知所踪 但金老汉肯定那绝对不是人的毛发 也不是猩猩猴子之类的 因为他们都是有经验的猎人 其他动物的毛发 他就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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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嘛 哼 你是哼啊 哼 是哼 哼 是 哼 是 哼 哼 是 就你听见那哼哼哼哼的声音呢 哼哼哼哼我就回来 回来 真都跑回来了嘛 河头的就笑了 哈哈哈哈 还有小脸子 真都跑回来了 这是李子忠第一次听见这种奇怪的笑声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不敢独自上山 两年以后 当这件事情在李子忠的记忆里逐渐淡忘时 在又一次狩猎过程中 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又出现了 李子忠听见这个声音后 赶紧往山下跑 在寨子口 有两位老人抱着草在路边 惊慌失措的李子忠 差点朝他们开枪 这是您第二次听到的一响 那这一声音是一样的吗 是怎么叫的 那这小姑娘小羊 这也相当大 那有没有其他的动物 就是也有这种叫声 没有没有叫声 没有 那这种叫声 你怎么就是听他这种叫声 就知道是道脚仙的叫声 古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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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老一老一位 老一人就说了 就老一说的就是 他的那个声音就是这样的 在中国神农家 及西藏等地区出现的野人事件中 大多数目击者描述的 都是这样一种形象 身高两米以上 能够直立行走 浑身长满棕红色的毛 而我们此次采访过程中 所了解到的 道脚仙形象 却与之大象径天 最显然的区别是身高 道脚仙显然要矮很多 只有一米四左右 那么 这种大型野人和小野人 是同一种吗 它们之间 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王方辰是中国科学院 珍稀野生动物协会的秘书长 他为我们手绘了一张 神农家巨型野人的草图 作为对比 根据王方辰的介绍 这类小型的野人 与那类巨人类的动物 应该是有着不同的圆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讲 大胆更接近古巨园 小胆更接近星星与现代园 这么多年考察 就是在丛林里边的 越是热带雨林 生态条件越好的地方 体积就比较小 林子越密 它要钻过去 可是走到平原上 走得比较远的 个头就比较大 尤其是走到比较冷的地方 体积都更大一些 除了身高的区别 脚的形状是最大的不同 倒脚仙的脚是倒着生长的 脚跟朝前 脚尖朝后 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 在有据可考的动物种类中 至今还未发现这种脚倒着生长的动物 那么倒脚仙的这一特征 是怎样被人发现的 是否有人真的看见过他的脚呢 但是您说那个老人 见到那个老人之后 就是他看到那个脚是倒着还是正着的 那个是那个有没有讲过 那个他是石头上 他那个口里面那个石头上 他锁头上 没看到他的脚 没有 好像呢 这些桥是瞧不出来 在大沙滩下有脚的那么长 小我往里就这样 没有告诉他的脚 他没告诉你 他去 采访过程中 几乎所有的被防者都没有见到过 或者没有看清这种人形动物的脚 而此前 关于倒脚仙脚的形状 都是听老人说的 他的脚就是正高的嘛 他的脚是这样的那个脚在哪方 把我们踩的 这个早点 我们跑 这个我们是他走的前楼 这个是他的后楼 就是这样听说的 但是你如果光是一个脚印 你也不知道他是人是 他这个长的到底是哪个方向 那个是就是人家听说 这传说的嘛 王树生是我们此次采访过程中 唯一为我们提供倒脚仙脚 不特征证据的人 就在几天前 他和弟弟在上山时 先是听到了 倒脚仙的笑声 随后又见到一些 奇怪的脚印 那你们看到的那个脚印 是什么样子的 人拆下的一样的 就是他倒着了嘛 倒着他那个小草呢 就是他走那边是 小草呢 就是这样子撑着了嘛 就是他们那个草 是这样往前倒的 但是他那个脚尖是往后的 是吗 对对对 那他那个脚印有多大呢 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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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都这么长 这么长 王树生的描述 似乎并不能充分的证明 这是一种脚倒着生长的动物 留下的脚印 我们不能排除 先前有动物经过 将草踩到 之后又有人或动物经过时 留下来这些脚印 关于倒脚仙脚的形状 我们没有获得更多的证据 我们只能猜测 人们无法找出 曾多次见到过这种人形动物 却从来没有将其抓获的理由 于是人为的想象 这种奇异动物的脚 是倒着生长的 所以当人们沿着他的足迹追赶时 他却早已朝相反的方向 跑掉了 几天的寻访 疑问越来越多 我们将希望寄托在雷金川身上 如果在缅甸所抓获的真是野人 那就意味着 在世界范围内 将首次获得野人的活体 而所有为野人的谜团 也将迎刃而解 生意人缅甸清见野人 认不想认 后不想后 东西会 欲将野人买进中国 当时他们有路被挽 野人交易是否达成 野人活体能否获得 敬请收看 周边中国系列片 野人之米第二集 同闭关野人追踪 夏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